这故事是发生在我高中同学阿斌身上的故事 那么就让小刚来扛吧 这事情是发生在我念大学的时候 那是发生在大山的暑假 由于我念的科系是传播类别的 所以我们即使在暑假 也都需要留在学校里面赶作业 而看窗外的同学都可以在那儿放假打篮球 但我却只能坐在电脑教室里面 cover那些废物同学的作业 感觉真的很干啊 而就在结束早上阶段性的作业之后 我准备要去学餐买饭吃了 但因为尿急的关系 索性我先进了南侧小姐一下 而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一阵耳鸣 而又在下一秒钟 耳鸣又马上消失了 而耳鸣一消失之后 更诡异的是 我的世界就像被暗的静音一样 整个变得好安静 好安静 甚至我看向窗外 明明是有人在走路聊天的 但我却是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诶 怎么这样啊 这就算了 更夸张的是 我连我自己小便的声音 都没有听到 此时我只觉得这间厕所有古怪 我一心想的赶快尿完 洗手马上离开 我随便找了一张椅子坐在那边休息 这一刻身体像是被抽干的一样 体力 精神都好差 我确定我没有贫血的症状 但就是非常的不舒服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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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人勒 不是约吃饭 学生都要收还没出现哦 声音得勒 诶 好啦 我现在过去 等我一下 后来 我稍作休息之后 拖得疲惫的身体 去了学生餐厅 而一到那里 我就把刚刚的状况 全都跟阿滕讲了一遍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靠 我是快死啊 要不要看医生啊 嗯 哼 诶呦 什么快死了啦 没那么严重吧 这只是电脑看太久 正常啦 诶呦 遇到这种状况 我都一律建议 烤烤睡 这样就可以咯 保证醒来什么病痛都好了 呵呵 妈的悲戚 诶 诶 我再给你讲认真的 你别在那边开玩笑好不好 嗯 好啦 知道了啦 诶 土豆船信息过来哦 我看一下哦 哼哼哼哼 诶 靠 小 小刚 我 我问你哦 你 你刚刚说 你是去哪里上厕所的 蛤 就教学大楼那栋厕所啊 怎么了 诶 诶 土豆 刚刚传讯你过来说 他说 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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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官刚刚发现 有同学死在厕所的马桶间里面 而且 就是你刚刚上的那间厕所 蛤 原来 就在我刚刚小便的那间厕所里面 有一位同学躲在马桶间 自我了结了 而刚才 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是陪着一屁屁屁尿尿的啊 那么 那一切诡异的情况跟不舒服 或许 就说得通了 后来这件事情 因为是在暑假里面发生的 学校里面没有多少同学 很快的就被压下来 没有多少人知道了 故事 说完了